貓膩了什麼呢 就是說今天能夠做最後決定的 難道是朱主席嗎 他有這種能耐嗎 還是國民黨後面 另外有一個背後人 你看這個時間點 剛好國民黨的前主席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前領導人 從大陸記住回來 時間點是不是很剛好 蠻有講一句很重要的話 大家要看有沒有聽出他的問題所在 他說人選不重要重要是路線 哦人選不重要重要是路線 所以說這個這個這裡面 是不是 米家在這裡 說實在 稍微懂得點選舉的人 都知道說這一盤 國民黨要要獲勝很難 所以那花言之就是有人認為說這局贏不贏 沒關係 不過我們要把路線講清楚 這個路線是什麼路線 你看馬英九到中國去的路線 就是國民黨這次選舉要走的路線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侯友宜我們都知道說 他的這個對於兩岸論述 國際關係的一些問題 他的主要的軍師都是馬團隊的 蘇起啊 對不對 所以說 就是九二共識的啊 所以說嘛 你看 好像撥損殼一樣 一層一層撥 撥到最後 撥出一個蘇起來 撥出個九二共識 然後再撥下去 馬兒越燃而出 所以侯友宜可能就是九二共識 復活的叫做執行者還是什麼者 因為第一個說實在 你說叫郭台銘 你要他怎麼樣 他沒有這麼好聽話了 但是侯友宜說實在 他在這方面他比較陌生 對不對 所以說人家叫他怎麼講 就怎麼講 他也提出來了 他說求同存異 各位有沒有覺得這句話很熟 對不對 很熟悉 誰講過 不就是以前老男男 從連戰馬英九一路下來 就是國民黨跟共產黨國共再次合作的基礎 就是求同存異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這一局我們真的大家要注意觀察 那麼第二個 這個我們也知道朱立倫跟侯友宜之間有一些過去的恩怨情仇 有一些的心結等等的 為什麼朱立倫突然之間就變了 然後又沾掉了 你好幾個人沾掉了 趙趙剛沾掉了 剛才阿朱姐也講了嘛 對不對 你看很奇怪喔 以前一些很有意見的人突然之間都沾掉了 因為路線確定了 所以就沾掉了 所以說嘛 我們對不對 我們強哥也是政治老手 對不對 真的深入觀察 你就發現說表面不重要 重要的是裡面 好 我們來看看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還有讓大家瞭解說 蠻有意思的 我想到剛剛在提到這個 我想到國民黨現在的選舉 就像我小時候在讀了武俠小說 我從五六年級就開始看武俠小說 不是看漫畫的 看小說 其實我記得那時候小時候看不太懂 說這個男主角 為了要報仇 練了很多的功夫 因為敵人的功夫也非常好 所以練了很多功夫 為了學功夫 看了好幾本 都是為了學功夫 碰到什麼什麼 所以兩個人終於見面了 要報仇了 敵人來了 武林高手 這個是武林高手來了 要見面 兩個人打的什麼黑天暗地 什麼到底誰贏誰輸 下集分享就一翻開 你知道他最後一句是什麼 也不知道怎麼一轉 那個敵人就被殺死了 也不知道怎麼一轉 念了功夫都不用說了 所以我發現這蠻有意思的 不過在這裡我們看看 週日決戰黨員投票 徐曉欣 費洪泰全力衝刺 那費洪泰 徐曉欣 徐曉欣說我置辦證監會 我有參選理念 支持年輕世代進國會 邀年輕藍站入口 所以我們看看在這裡 開庭嗆綠營側翼 發三千份爆米花 這個動作不斷 不過一句話 這個四兩過千斤 我們的費洪泰馬上說 朋友還是老的好啦 結果他馬上一句話 戰將新的也不錯啦 所以從這裡其實看到說 國民黨在這裡開始 至少這個還有規矩 黨員三成 民調七成 至少這個有規矩 也不必直化分析 也不必什麼耐打度 都不必 那為什麼他的總統候選人要呢 然後所以從這裡又看到了蔣萬安首次的施政報告 藍綠火爆攻防戰 所以我要從這裡來講說 不管怎麼樣蔣萬安還有看到徐曉勳 看到費洪泰整個的選情各方面 這一些會不會影響到整個他們總統候選人的整個的進行 所以看到了人家是有辯論的 有說明會的 那施政報告至少講清楚 蔣萬安也有辯論啊 那為什麼他們的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什麼都不必呢 突然間徵兆呢 怎麼來看呢 嚴峰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這場亂局 我舉一個例子 不管是他們總統的選舉 或者是立委的選舉來說 哪有那一種 就是我在辦一個考試的比賽的時候 然後評審就已經先跳出來 跟大家講說 我認為第一名的人選 有可能就會是誰 然後呢 誰最有實力 那真的是公開的舞弊了嘛 不是嗎 在考試的過程當中 那現在國民黨的這個總統選舉 就是這樣子的 那剛剛講到立委的選舉 這個許巧欣跟費鴻泰 其實當初他們在哪有這種登記了之後 才公開這種初選的辦法 這個在民進黨裡面 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是因人設施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費鴻泰跟許巧欣的 這個立委的選戰 其實我覺得在國民黨年輕的世代 跟他們這個上一輩的這個對立來說 其實在今年的選戰 其實是越演越烈 其實你在臺北市看到有很多的選區 國民黨的這個年輕世代 中生代就是都是要出來挑戰 那我覺得許巧欣 基本上他就是認為 他自己不可為 但是他還是要為之 因為三成的這個黨員 對他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他在投下去的時候 他全民調七成 他贏到有辦法去cover 他的三成的民調 比較有辦法 最少有規則 是 至少有規則 後來才公布了這個規則 所以我在蔣萬恩說 他在至少 蔣萬恩在選的時候有辯論 是 最少沒有辯論 然後呢 他至少要施政報告裡面 也要接受挑戰 蔣萬恩的施政報告 我這個詠哥現在問我 我重新來講一下 他昨天是我們第一天 臺北市府的施政報告 大家在講說蔣萬恩是獨稿機 我認為他不僅僅是獨稿機 我昨天還發現 其實他是影印機 如果假設他再加上總機的話 他可能就是一臺很全能的飾物機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施政報告相關的報導 好不好 來 我們看個相關的報導 來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西陵綜合大樓 為什麼要改建 過於老舊 錯 現在進行到什麼程度 你又看小超 出市政題 考整萬安萬華三大案 三題錯兩題 民進黨議員劉耀元空 不用攻 還要扣手抽 我整萬安聽到這句話 徹底放棄 昨天民進黨送你一句話 就是說當選靠阿公 對不對 而且市政不用攻 我是選民 一票一票選出來 好啦 我們都是透過民主的洗禮 重點在後面 市政要用攻 為選民爭取建設 沒有問題天經地義 會接受議員的指教 這些我們都會 電視手掌 在演講 高分被反擊麥克風套 還揮鬥地板 不過當議員問到雙拳論壇 和北市國小合唱團 輪春晚統戰工具 曾萬安又再度動怒反撤 教育局先去跟學校 了解清楚 我們才能下一個定論 不是盲目 我們必須要了解事情的 不能過早地下定論 但如果結果出來 該做什麼樣的決定 你就是一個盲目的市長 如果議員只會一味地控 紅帽子 大家不會接受 盡可能地在創造有一個條件 讓雙承論壇持續辦下去 質詢時間 你一直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議員你問我 你不斷地在講廢話 你連你自己所說的三個條件 你都不敢說 你到底要不要來 我們的原則就是 對等善意互惠尊嚴 好 現在時間在調查 因為我講了三次 所以表示非常重要 中安調整回應 也讓議員工不要講廢話 議會備詢第二天 阿公和兩岸議題 似乎成為一般的最大重點 我們看一下 蔣萬安首次的施政報告 藍綠火爆攻防戰 那我們看看綠子 我們講當選靠攻 施政不用攻 五桿市長 施政調查會等等 那國民黨大人就全力支持 他說虎金未明做牛做馬 給他這個對聯 所以昨天這個攻防戰 蠻有趣的 那首度的施政報告 蔣萬安帶輸架上臺 IP讀稿機 不過帶輸架上臺 倒是第一次看到 有稿是很正常 不過用輸架放那裡 這也倒是蠻奇怪的 因為帶著他要講的講稿 這就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看看英偉怎麼講說 蔣市長施政報告 為求慎重 所以準備稿件和資料備用 也沒錯啦 不過那個輸架 還是講那個輸架 然後嚴峰怎麼講 在我們現場他說 有關衛生局跟聯合醫院 提交的工作報告 近高達六千五百八十四字 抄襲科市府時期的內容 甚至連年份都忘記改 還用舊的年份 這個就有點奇怪了